这是什么?吸虫啊? 它伸虫伸到很够力! 我嘴要吐了 你看我眼睛 我嘴出来了 嗨 我是可能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登登登登 49块 这个我妈咪拿回来的东西 它不是self test kit 它也不是验晕棒 它最近很火 讨论度很高 一打开小红书 全部人都在讲它 它是消毒棒 就是怎样用呢 拿出来了之后 然后嗷 等听到打一声 OK 听到打一声之后 然后你就咬 嘿 登登登 它就变成黄色了 然后你就放住 然后听说这样子 就可以杀掉这个范围里面的细菌 还有冰毒 而且是杀掉99.9%的那种 其实我是不懂要不要相信好 因为身为一个科技博多 我每天看惯了各种高科技产品 出来来一个 江清潮的消毒产品 其实我是有疑问的 江小子 水水这样子 真的是可以杀菌吗? 诶 真的可以吗? 我也不是很信 我不信哦 讲真 所以身为科技博主的 我决定抱着不屈不扰的实验精神 瞒着我妈 然后去研究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反正我妈是觉得它有效啦 所以这个东西它叫做 Doctor Casual Easy Stick 接下来我们就叫它 Easy Stick 刚才我有讲要做实验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会做两个简单的科学实验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一小只就可以杀到病菌 如果成功的话代表也可以让马来西亚人对杀病菌有一个新知识 这样子也是好吗?保护自己 所以我Easy Stick 杀菌的原理是讲啊 我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啦 它就是透过一些科学技术 让你在熬了它之后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叫做二氧化氯 Clorine Diocyte的东西 像如果你中学有上科学的话 你应该会懂 Clorine Diocyte 它就是一种可以除臭保鲜 消毒杀菌的一个element来的 平时是真的有用在自来水 或者是食品加工上面 所以简单一句话来讲 Clorine Diocyte就是医疗级别的消毒剂 是有国际认证的 所以第一个实验就是食物发霉的速度 我这边准备了两个空箱子 还有一堆食物 这样正常来讲 食物如果在一样的环境下 有细菌它就会发霉 如果没有细菌的话 照理来说它是不会发霉的 所以等下我把食物放进去之后 我会定期给它们水 然后一个箱子有easy steak 一个箱子是没有easy steak的 然后我们等三天之后 看一下它们的发霉程度 OK 来准备一下 OK 现在我们准备第一个 Storberry 这个水分很多很容易发霉的 哇 新鲜美 Clorine strawberry 金珍菇 我好随性啊 OK 随意就好 另外一半咧 一会儿留下来今晚煮面 今晚煮面 哈哈哈 这个是中级的鸡胸肉 肉类是比较快发霉的 OK 一样一边一个 然后接下来我就放入easy steak 一个有一个没有 等下来最后我会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这个只要给它滋润一下 然后因为它有水分它就会比较快发霉了 我们加速一下它 留下 所以这个是有easy steak的盒子 这个是没有easy steak的盒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等三天后看看它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OK 我们下一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就是衣服表层上面的细菌 其实呢细菌是无所不在的 就是最多的情况就是在我们的衣服上面 两个都是洗过了的 OK 一个有easy steak 一个是没有easy steak啦 然后等下我就会拿面包 mark它们身上 然后再去看看这个面包的发霉程度 原因呢就是我没有办法等到这个衣服发霉 所以我就用面包抹上面的细菌 因为照理来讲叻 如果有很多细菌的话 那个面包的发霉速度就会比较快的 应该是这样子啦 哇 这个科学好像很好了 好像很满意 为了公平起见 我又没有手套 我们消毒手奖 OK 这边有两片面包 我先去mark这个 有easy steak的这一件 OK 然后这个 这个是没有easy steak的衣服 关起来 关起来 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这两个面包我会做labeling 这个是有easy steak 这个是没有的 一样三天之后 我们看看到底它们的发霉程度是怎样的 到底这个实验会不会成功叻 easy steak会不会被打脸叻 会不会是你被打脸叻 OK 两个实验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等三天后 OK 今天是实验的第三天 我已经完全做好心理准备了 去看看这些食物到底会发霉到什么程度 我真的是很怕 神虫 我开门就嗅到了 我不敢看 味道太臭了吧 Oh my god 太大虫了吧 哇 我把我炸完起来 这是什么 吸虫啊 我现在是完全不敢开啊 因为那个虫已经爬到那个 那个整个盖子的上面了 这个 是放了easy steak的盒子 我没有想到它发霉会发到这样严重 第一个箱子 第一个箱子就是放了easy steak的箱子 它现在目前状况是完全没有生抽 那个草莓已经是黑到完完去了的 然后那个金针菇也是黑到出炸了 可能这边太热 然后那个鸡肉也是已经就腐烂了啦 可是 它没有生虫 欸 第二个盒子就是 没有放easy steak的盒子 它生虫生到很够力 欸 而且会爬的叻 我真的要吐了 你看我眼睛 我真的是呃出来了 我直接是当场反味了 眼泪的出来了 哇 我觉得我把那个Ferberis 碰到我的口罩上面才嗅不到 反正总结就是哦 我们从第一个实验就可以看到啦 有easy steak跟没有easy steak的这个 放食物的箱子里面哦 其实就算你看不到二氧化这个东西 但是它是有效的 OK 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实验的结果 这可以解开了 第二个实验的结果就是那个面包 一个我是查了easy steak的 有easy steak的衣服 一个是查了普通衣服的 其实我可以看得出它完全就是 没有东西欸 咦 怎么这个面包这样硬的 怎么差别 咦 这个面包这么加硬的 这两个面包 这个是没有easy steak的 这个是有easy steak的 它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发霉 也没有生虫 什么都没有 肉眼看不出差别 但是哦 我逗一下就发现它们差别了 这个是没有easy steak的啊 它已经变成什么状态 你们看 吹了 然后这个是有easy steak的 它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它没有变吹哦 哦 还是软的耶 为什么会这样哦 反正第一个实验是非常成功 成功到 我不懂怎样讲 OK 不要再拍了 放回上来 不要再拍虫了 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 我都密封了 那个盒子这么会有虫的 那个虫是哪里来的呢 那个苍蝇啊 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那个寄生虫 这样做这个又没有长寄生虫 因为这个 有easy steak OK 这次的实验得出来的总结就是 有一点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就是把我的格局打开了 我之前哦 对这只东西啊 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我觉得这样小只的东西 真的是可以杀病毒的吗 变了就可以杀病毒 bro 不要玩啦 骗钱哈 但是实验了之后 我发现它在另一个层面上面 是有效的 因为它的原理哦 就像是消毒水 平时我们用的Hand Sanitizer 它可以杀掉空气中的病菌 也就是说 它可以降低病毒的传染率 不过更方便的是 easy steak它不是液体 它是气起来的嘛 就是说你可以放跟宠物的锅啊 你可以放进bag啊 甚至是你放跟食物在一起 你都不用担心 所以在精实精肉 疫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 你用这个多一层保护的想法去想啊 你就可以明白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也是 最后喜欢看完这个影片的大家 可以多多了解一下这只东西 你对Covid现在这样严重的时候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吧 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这影片 记得点赞分享给予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 好买的 你不要留下来 你洗了gu又下次还可以再用的呦 roou 我放她要到辣 Ji 你觉得那个虫要不要先... 西轮干他 你这一手拿 你没有麦 喂 给麦你 我们是没有啦 但是它是有臭味啊 蛮干净的其实它 OK 带回去 我很臭